久违了久违了 一辰答应你们的烟火人像后期教程 终于来了 往期已经讲了很多烟火前期拍摄的技巧 大家记得前后期结合起来一起学 效果会更好 这期视频呢你将学习到 一落日暗光人像明暗层次的助理 二如何批掉背景的几百个人 烟火没放好了话 后期如何补充人物形体的修饰 星光氛围的强化 烟火及晚霞氛围感的强化 当然原图及配套的素材 也提供给大家练习了呀 这期要个三连不过分吧 本期视频希望你可以认真听完哦 相信你又会进步一点点 我们直接来看原图啊 落日暗光拍摄的原图啊 一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棉反差会比较高 特别是阴影的地方会很黑 比如人物的手臂阴影这一块 所以这里啊 我们先来调整棉层次 这里要把黑色和阴影提起来一些 阴影提亮反差变低 这样暗部我们就能看到一点灰灰的细节了呀 接着就是高光区 这里的烟花是属于高光区 会略有过曝刺眼啊 所以可以通过高光呢 来把它压下来 这样调整了之后 立光了画面 它整体看起来就会柔和一些 接着我想进一步来强调 落日晚霞的氛围 就要来到颜色分级这里啊 用这里的高光来强调晚霞的粉色 先按住中间的小圆圈 然后往红色的方向来拉 这时天空就会多了一抹粉色 这里调整完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原图 画面会更符合温柔落日的氛围了呀 点击确定就可以来到PS的界面了 在PS中呢 咱们先把右边背后这个地方啊 这里的人先去掉 先复制得到一个图层1 然后用纺织图章来图层1上面去除路人 我们先去旁边干净的地方 然后涂抹过去就可以了 这里会有一些字儿 这个字儿的话用修复工具就可以干掉了 圈住 然后往干净的地方偷动即可 这样就完美地去除掉了右边的人 左边的人会比较多 可能有几百个 我们一会儿再处理 我们这里再来关注一下烟火这个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 哎呀你这个烟火怎么和产品片不一样啊 哎呀是的嘛 我当时就是没有抓到那个烟火最好的瞬间了 但是呢我又特别喜欢这张图的人物的状态啊 于是怡晨决定用另外一张好看的烟花 来做后期的补充 哎就是这一张 我把它拖过去 然后放在合适的位置 右下角来创建一个萌板 反向成黑色 再单独把烟火擦出来 哎这个样子就是怡晨理想中烟火的样子了 接着合并盖印得到一个图三三 我们在这个图三上做人物的修饰 先来做磨皮 你看这个脸啊 放大一看会快快的阴影脏脏的 所以这里要用到混合画笔工具 参数是25520的参考一下啊 Alt加鼠标左键 在脸上取样之后呢 就开始擦一擦 主要是这里这样明暗过度的阴影啊 变得柔和 四肢也可以擦一擦哈 接着就是液化了 液化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复制一个涂层 然后用滤镜这里的液化来做 小姐姐头发这里有点扁 就需要往外面推一推啊 实际上小姐姐是跟仙女一样好看了 都怪相机啊 没有把小姐姐拍好看 所以只能后期补一补的 我们还可以用左边的褶皱工具呢 来把头整体的缩小一点 另外还可以用快键P 在调整的过程里 反复预览前后的效果 好了之后呢 确认回到PS 然后咱们再来拉个腿 让小姐姐长高一点点啊 这里会用到矩形选框工具 框住它的下半身 然后用自由变换往下拉 适当的拉长一点啊 你感受一下 好了 接着就是咱们左边这里的几百个人了呀 为了这张图 我真的要劈掉这几百个人 注意这里背后的人 有的呀 和小姐姐的腿重叠了 所以这里要先把小姐姐提取出来 保护小姐姐的腿 用选择主体 就能快速地选出人物了呀 然后再Ctrl J复制出来 它会在最上方形成一个单独的图层 就可以保护好妹子的呀 这里还是要用仿制图章工具 方法跟处理右边的人差不多 咱们就快进 大家直接看啊 好了 我这边终于把几百个人去掉了 心情是极度舒适呀 接着就是星光的强化 我理想的画面是浪漫一些的呀 除了有烟火的星光 还希望有星光落向水面的感觉 于是这里呀 我就要用到一成为大家准备的星光素材了呀 来把它拖进照片里 然后放在合适的位置 把图层模式呢改成滤镜 OK搞定 是不是很简单 到了这里 我又觉得腿呀 有一点点黑 于是会用一条曲线来适当地提亮一下 最后呢 还会用可选颜色来给烟火 加上一些暖色 烟火原本会有些冷 在白色里面加黄色就可以了 再就是天空的部分 可以用可选颜色里的白色呢 去加一些红色 这样可以增加晚霞的氛围 到了这里 这张图就完成了 哎呀 我看这张图也会联想到迪士尼公主的感觉啊 我这奇奇怪怪的想象力啊 好咯 那么这节课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圆头素材啊 都已经放在评论区大字取啊 求三连啊 求三连 你的三连关注就是一成持续更新的动力啊 我们就要下期再见咯 拜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学习摄影 也可以参加一成新一期的光环班 这一次的光环班6.0 针对的人群还是零基础入门 以及遇到瓶颈 想要突破建立个人风格的小伙伴 这一期一共会有18节课 前四节课 我会为大家来梳理摄影最基础的知识 帮助新手小伙伴们 短期内完成从零基础入门 到能够独立拍摄的这么一个过渡 到了后面的十节课呢 就是我们的实战拍摄案例了 这一期的话 我们是新增了前期拍摄直播课 我将带大家看到 一层现场拍片的全过程 你会对于前期拍摄的光线 还有构图 以及如何调通模特情绪 还有动作的引导等 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后期方面呢 我也将系统的 从思路的层面来讲解 我们如何调出不同风格的颜色 你会理解一组风格化照片 为什么要这么拍 为什么要这样来调色 学会底层的逻辑方法 课程并非网络上随处可见的那种 换天皮月亮的这种后期技巧 而是只在从摄影思维 还有审美层面来建立认知 让大家真正的做到 技巧和审美共同来进步 平时拍摄如果遇到了瓶颈呢 也不用担心 随时呢 都可以找一辰一对一的沟通指导 一辰永远不会放弃每一个学生的 也许你是因为我的一组图 一段话或者是朋友的推荐 或者是一直关注一辰呢 选择了光环班 对于一辰来说啊 这都是一段注定的缘分啊 外面的世界很喧嚣 社会上也有很多浮躁的东西 但是我希望啊 你们能有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能有自己学习的节奏 我答应各位啊 只要你还在坚持摄影 无论是在B站还是在我的光环班 我都会愿意一直陪着你 希望我们都能尊崇内心 拍我们自己所爱